儿童学习去 陪伴小朋友一起耕耘喜乐的生命原地 别轻看我年纪小 学乃乌是长动脑 竖起耳朵仔细听 我怕问题你接招 问题多多请接招 神会让我在天堂拜访我的祖先吗 小朋友好 我是圆爸爸 又到了我们来探讨有关于神方面的话题了 今天呢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 神会让我在天堂里看到我的祖先吗 有一天呢我们都要离开这人世间 特别我们的祖祖贝贝也都离开这人世了 那么小朋友会想到说 有一天呢我们离开这人世 我们到了天堂到神那里 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先呢 甚至有的小朋友可能呢 在成长过程当中都跟祖父母或外公外婆有一段相处的时间 那么现在可能老人家已经离开人世 那么小朋友就会问了 将来我可不可以看到我的祖父母或是我的外公外婆呢 小朋友告诉你哦 到了天堂最让人兴奋的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心爱并且想念的祖父母或外公外婆 但是有一个必须要的条件 就是说呢我们的祖父母或外公外婆 他必须是信靠耶稣基督的 如果那些人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他们就会在那 但是如果你的祖父母或外公外婆是没有信耶稣的 那就不会与神同在 也就是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那么我必须要真诚的告诉你 你将不会见到你所心爱的 或者是所敬爱的祖父母或者外公外婆了 那么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呢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进神的国 或者说我们得救 得到进天国的这样一个救恩呢 完全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生命的主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之后呢 我们就得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宝屑 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不仅仅是死了以后 去到天国与神同在 而是在我们活着时候 我们就得着了这个永生的生命 也因此呢 如果我们的祖祖辈辈 当然呢 也包含了我们所心爱或敬爱 看过的祖父母或者外公外婆 他们是信靠主的 那么自然呢 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如果他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呢 那么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实在说 他们就没有办法靠着耶稣基督的宝屑 进到神的国度里去 也因此呢 当我们离开人世 去到天国的时候 那因为没有得救的人 是不在天国与神同在的 那我们到了那里 自然就见不到这些 我们所敬爱或所亲爱的家人了 同样的 如果我们没见过的祖祖辈辈 他们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 那么他们呢 肯定是在天国可以见到的 那个时候甚至我们没见过面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哇哈 这就是我们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祖祖辈辈 就在那里了 你想想看 那是多么的兴奋 多么让我们觉得 感恩的一件事呢 给父母的话 对于孩子们问到 祖父母或者外公外婆 他们死了以后 是不是去到天国 这样的问题呢 确实是很为难的 因为我们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呢 已经信主的父母明白 孩子亲爱的家人 或者祖父母或外公外婆 他们如果没有信耶稣 是没有办法在天国 再跟他们见面了 虽然有这一份感伤 但是我们要把握住现今的机会 或许一些老人家 现今还活在这世上 还没信主的话 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 我自己的祖父母是没有信耶稣的 所以我知道 他们是没有办法在天国再见面 但是我也相信 我的祖父母 因着我能够信靠耶稣 他们地下有知的话 也是非常庆幸的 因为我没有跟他们 去到同样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部分 可能做父母的 要告诉孩子 真实的真理这一部分 但是我们不是存着一种 忧伤的心 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 而且把握住机会 好好的快快的传福音 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以至于我们在天国 还可以再相见